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已经一个新的开始 我讲过了 不管今天各位是做了对 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未来的一年 未来的四年 都是小英政府 那我们就是要 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管你有没有投给他 你就要接受一个事实 那接受事实以后 你就要配合国家的政策 因为我们股市 未来经济的发展 也是配合国家的一个政策 不管旧政府做得怎么样 那也都是快过去了 那有人说 这个是一个 四个月是一个空窗期 对不对 是不是空窗期 大家其实心知肚明 大家也不用发表那么多意见 因为政治的事情 我们也不是很懂 那我只是告诉各位 像今天的一个跌 开低走高 基本上大概是 应该是大部分人 都不会猜得到 大部分人 大部分都猜不到 那如果说有做多了 那是 那是踩到果实 我这下讲比较难听 就是如果你是做多了 你今天是没有卖 然后长天板 那你一定是踩到果实 你也不用觉得你很厉害 你根本没有本事 也不叫厉害 为什么因为你下到下死 礼拜六礼拜天 你都下死了 你怎么可能会觉得 欧美股市崩成这个样子 对 因为我已经讲过 这个跟谁胜选 跟今天开高开低 没有关系 我完全是看 欧美股市 我说我嘴盘都是 完全看欧美股市 那欧美股市 重挫三百多点 美股盘中一度跌到 还五百点 对 重挫这么多 那你当来讲 今天台北股市 跌个一两百点 还有油价一直破底 老师加油 我们发现超便宜 没有错 现在不到二十块 九五不到二十块 那九八九二的话 都降下去了 对 那因为 因为国际股市跌 所以我们 因为台湾的一个趋势 我们台湾都是 因为我们比较 市场比较小 所以我们一定会 本来就要跟国际股市 跟着主要 主要的国家的股市 在动 所以我们说 认为会跌 跟选举是 完全无关的 我已经讲过 我就是跟你讲说 是跟选举没有关 就是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 今天开地走高 大家也都知道是原因 就是国安基金延后 延后退场 就是到四月十五号 那我们后来发现了 原来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 为什么延后是有原因的 基本上我是感觉是 我讲一个我的个人看法 我是觉得说 是应该要退场 是应该的 但是我昨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如果说国安基金 退场 那他怎么赔人家的钱 输这么多 比如说到 比如说今天 假设今天跌150点 收盘跌150点 那他到上个礼拜 已经亏了四亿了 这四亿都是人民的 已经亏了四亿 今天如果再跌150点 那不是亏四十亿了吗 应该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没有买很多 他总共才12月底前 去年买了总共 喊了半年 买了六十八亿 所以我讲说 国安基金不可能买很多 大家都一直讲说五千亿 我说哪来的五千亿 他去年八月份到十二月底 总共买六十八亿 那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月要选举 所以从一月四号到 上个礼拜 总共拼命买了一百二十亿 越买越低 今年以来买了一百二十亿 今年这几天你就因为一直跌 选钱一直跌 一直撑一直撑 一直撑一直撑 硬均总共用了一百二十亿 所以加起来大概快了一百九十亿 当时一开始就说要砸五千亿 对吧 不可能 我已经讲过 为什么 因为国安基金复盘不是第一次 因为我们做国票不是做一天 我们没那么容易被骗 你想想看2008年 那时候不是掉了五千点 国安基金总共动用高达五百亿 五百亿 那时候也是可以动用五千亿 可是他只有买五百亿 掉了四五千点下来才买了五百亿 为什么不敢买五千亿 就不能开玩笑了 这个会动摇国本的 对 你买了五千亿万一救不起来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2008年那时候涨起来 从三千九涨上去 其实要感谢欧巴马 真的啊 那美国政府实施的QE QE 然后美国股市不是大涨 全世界都标都大涨 台湾当然就算没有护盘 台湾也会涨 我是讲真的 因为台湾是一个跟辟虫 既然是跟辟虫就是跟涨跟跌 你没有国安金钱他还是涨 我没有骗你绝对是涨 所以如果说你看 钱力波到7203涨到8871 没有国安金钱还是涨 这个我有把握 因为外资一定会买 因为美国股市只要涨 我们一定会涨 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定 因为美国股市跌 我说台湾一定会跌 为什么我敢说一定 因为外资 外国人持有台湾的股票有40% 高达10兆 所以他要让他上就让他上 要让他下就让他下 你在2008年那时候 那时候不是政府也是护盘 从这个8000点护到剩下4000点 护了4000点下来 那套牢的4000点下来 好在欧巴马救他们 后来才勉强赚了300亿 因为他是刚好上来以后 刚好在8000多点跑掉 那2008年那时候 外资倒掉台湾的股票 到了多少你知道吗 半年时间到了4700亿 4700亿 没错 将近到了5000亿 你根本撑不住的 你没有那么多钱去撑他 因为你 我已经讲过 我说你中国政府这么强壮 对不对 中国政府这么强壮 这么有钱 GDP现在是全地球上第二名 已经超过10兆了 你知道吗 中国政府这么强壮 他都可以把他们上海的股市 互到崩盘 上海股市今天还破低 是开低走高 他跌破了2850点 去年8月份的低点 那个低点就是我们台湾的7203 他是开低走高 好在 你看他这么有钱 他的互盘互这么辛苦 但是我以后也不再讲什么 互盘不互盘 因为我是讲说今天 因为大家比较无聊 我讲一下 因为国安今天既然要到4月15号 那就到4月15号 不然到时候看 要不要再加个三个月 到7月15号也可以 看新政府要不要互盘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互盘会造成投资朋友 掉以轻心而不卖股票 这个就是好几个月以前 我一再担心的地方 也就是投资朋友本来想要卖股票 想要在8800 8500 因为那时候7200反弹上来 想要在8500点 8800点 甚至8000点 8000多点卖股票 结果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造成他认为选举之前会飙涨 选后会上10万点 所以他们就不卖股票 因此受伤惨重 所以这个市场的机制 是不是被扭曲了 你看如果说国安基金 这个时候退了以后 那整个卖压会 会倾泻而出 为什么 因为国安基金自己也套牢 他也没办法出 那另外投资朋友 他更是辛苦 用农资操作 他套牢更多 如果这个股票刷下去的话 那延迟性的一个卖盘 原本之前想要卖的 投资朋友 会有失望性的一个恐慌卖压 下去都 下去就 那不得了 那真的会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很担心 这件事情发生 可是今天幸好没有发生 可是不表示明天不会发生 并不表示下礼拜不会发生 并不表示二月份不会发生 也不表示三月份没事 我一直跟各位讲 很多的事情 明明自动是注定的 你逆势是抵抗是没有用的 逆势抵抗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个讲起来蛮沉重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不是为了反对 我反对 我不是说 这个今天一定要 要跌到多少 我才会高兴 我并不是这么 我不是在拍心 我做投股老师 我希望股票能够大涨 每天都是涨 真的 每一天都涨 而且我也跟各位讲 这几年以来 我们做这个股市 也不是做一天两天 这几年以来 我们发现投资朋友 很不喜欢做股票 越来越少人要做股票 年轻人已经 没有办法做股票 我以前在 如果出去说明会 演讲 很多都看到很多是年轻人 二十几岁 甚至就是刚当兵回来 女生也是刚毕业 二三十岁的投资朋友 很多 以前 应该说三四年前 你也知道三四年前 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开始挣索岁的时候 就那些人就不见了 那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 还不少 可是现在我们如果出去 办讲做演讲 我们发现的都是 年纪都比我大的 很少比我年轻的 真的我没有骗你 五十岁以下的 寥寥无几 算得出来 大部分都是白发苍苍 都是中老年人 为什么剩下他们 只有他们有钱 只有剩下他们有钱 因为年轻人没钱 年轻人好像 七十岁的不高 还要倒出国票 他们顶多 去买一买选择权 或是做期货而已 你知道吗 那如果做期货 看来也是一口两口半口而已 不然就大台做不起 就做小台了 这是我才才的事情 所以比较年轻的人 他们只能够做期货 选择权 或者是权证 只能够做这个 那股票的话 能够买的也是逆经贸德 中环来德 你就要真的要加上买 一张这个大立光 或者是一张这个汉维科 除非他们家本来就是富二代 他就是有办法 他就是富二代才有办法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是讲真的 我是有感而发 所以新政府的诞生 我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今天根本不重要 重要是未来的四年 未来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这个气氛会慢慢的 离我们而去 投资朋友会慢慢的回动 因为他们心情不再苦闷 他们不一定要马上赚多少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投资心态 因为这四年以来 投资朋友不愿意把钱放到资本市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希望 因为人为的干扰太多了 变数太大了 股票太闷了 怎么做怎么输 你要教他们怎么玩 他们不想玩股票 那不想玩股票 就会造成证券业的一个萧条 证券业的萧条 头顾业的苍商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常常在讲 你看我们这些头顾老师 其实头顾老师 我有时候是讲的 我看到很多头顾老师 常常在互相的逗来逗去批评 我就觉得他们是很没有水准 为什么没有水准 你也没有想看看 我们这个头顾业 大家都做那么辛苦 不是我们笨 不是我们不厉害 是因为没有人要玩股票 那我们是招收会员的 如果我们开一家店 没有人要来买我们东西 都是路过而已 那我们不是要关店 我们不是要饿死 那些政界的那些营业员 一样啊 我是讲真实的 那你逗来逗去干嘛 头顾老师 这个骂那个 那个骂那个 头顾老师不是每一个都是骗子 是一定有骗子 就好像各行各业 这社会上不管是什么行业 都是有骗子 有的不是骗子 因为人就是有好人跟坏人嘛 那不管是什么行业 都有人会骗 有人不会骗 所以不可以说头顾老师都是骗子 如果说头顾老师骗子 他自己一定是最大的骗子 不然为什么要讲别人是骗子 你看我要不要去批评别的老师 不要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头顾老师 我们开节目是要花钱的 你知道吗 大家这个也不是秘密 我们是要跟电视台买节目的 要给电视台钱 不是电视台给我们钱 是我们要给电视台钱 你知道吗 那我们给电视台钱 我们要买节目 我们有成本 所以我们当然要收会员嘛 不然我们怎么生存 那我们既然要收会员 当然希望股票能够欣欣向荣 投资朋友喜欢做股票 喜欢买卖 才会来找我们嘛 那如果投资朋友连买卖都不想买卖 那谁找我们 谁找我们啊 那没有 那能够在这边生存的 能够存下来的 头顾老师 每一个人 我认为每一个人 都非常不简单 因为他至少 他一定是有赚钱的老师 他才能够活命下来 否则他早就挂点了 这买节目不便宜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要跟我这边也是 有感而发 我是说 我今天不是跟你讲 大盘要涨要跌的问题 这个根本对我来讲 根本不重要 我要告诉各位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要知道总统是谁的 新总统未来是谁 虽然还没有交接 可是时间也很快 就会到了 那你应该开始 敞开你的心胸 放开自己 不要再苦门下去了 因为旧时代 已经快过去了 我不管你投给谁 我不管你投给谁 但是你高兴也好 不高兴也罢 反正事实已经成为定局了 政党本来就会轮替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 如果你一直想不开 那你只好搬到 中国大陆去当共产党 永远是那个党 对不对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希望你认同 认同这个国家 认同这个政府 不管旧的新的 都一样认同 那开始要有这个勇气 开始投入这门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里面 是非常有机会 让你赚到钱的 不管是你要做多 还是你要做空 但是话又说回来 现在目前今天开底走高 我对这个盘的看法 我还是做个结论 我并不看好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个浪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经过长时间等待 您可以看到 这些难民的脸上 充满了疲惫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希望 正好送来了一些物资 有水果泡面 而这样的善行传开后 对 我又没有做什么大事啊 不过老骑士团会超越 七里的环台 如果我八十里拿回 是一样都不在的环道 这场运动属于在座的各位 以及所有的伙伴 实际上我可以上升 然后谢谢 我需要谢谢 包括台湾的人 三里秀台湾 万通国际 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 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卖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 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77259668 新店购年货大街 年菜半首领 等候力 大厨年菜主 下沙六折 王家真转 乌鱼子疯狂五折 华士堂燕窝 准备 典角八十三元 平日方十全活力 以每瓶九十七元 掌握会员送购物金 特别满五百 开送百元加菜金 快上网搜寻 店店购 小雷 我们接你 我要开车 喝咖啡就好 咖啡 你的歌你的歌啦 人生 不要高音 腹部用力 又让你喂食道逆流了吗 真的腹部太用力了 现在食道胸口足了 好难受 没关系 喂食道逆流 我就吃 脊胃服饰定 喂食道逆流 脊胃服饰定 一定搞定 请选飞利浦厨房家电 全系列选签送败 创新为你 飞利浦 欢迎大家来看到 今天台股中厂涨了49点 我们来看一下手码面的变化了 今天外资在现货是小卖了28亿 不过期货还是在布局多担 那么礼拜三 其实又要碰上结算日了 所以这时候这个外资的动作 其实大家还是说 有点看不清楚 加上今天很多人觉得说 是国家队发威了 所以今天有点人工盘的味道 那明天之后 行情如果看待 再请到丁超老师 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谈国外期间了 对不对 反正他们要 反正现在当家的还在当 对不对 我只是告诉各位 2月1号会有立委要上任了 2月1号就交接了 其实上没多久就要封关了 那么封关这些 有一些 不会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但是其实2月1号就 新立委就上去了 所以这个国家会有点尴尬 会到520之前会有点尴尬 因为 我也不晓得 就是空窗期好像太久了 应该是就今天新年选回 明天就交接才好 对不对 我是感觉是这样 因为是怪怪的 但是政治我不评论 那我也不是说这样 就台北股市会跌 我不是 我完全不把政治考虑在 台北股市的范围里面 我讲的是美国股市 因为美国股市已经崩盘了 已经坏掉了 那就算他今天没有开盘 就算他今天有开盘有反弹 我的看法是不会变的 因为不可能一天两天 而改变这个事实 我看美国股市 这个是在1月11号 我拿过来的美国股市的SP的指数 因为这个指数比较有代表性 因为是美国500党蓝筹股所组合的一个指数 那他在上个礼拜 1月15号的时候 已经破了这两个地点 1月15号 盘中都已经跌破了 那缩盘是1880 缩盘是没有跌破 要缩脚上来 可是我就一直感觉这个会破 这个头部会破掉 因为这已经是7年以来的大头部了 美国股市已经涨了7年了 那美国股市不可能再涨7年 或是再涨70年 一个股票市场不可能涨到天上去 所以美国股市其实是岌岌可危 又碰到了美国的财报中 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这个风险太高了 像英特尔上个礼拜五又 突然就莫名其妙就掉了9% 那苹果电脑又 又一直要测试那92块 那个地方就是7203的位置 所以很危险 苹果电脑是下礼拜要公布财报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如果硬要让你去做多 我们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那我只是告诉各位 那我们再观察一下 我们不急 也不是说这样你要不要放空的问题 你看空单我们也是补了 我们又不是说那种死空头 你看1月15号 那天你记得5月15号是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还没有选举 那我们的TPK我们也是你看 它大跌了36% 我们也是空单获利回补 从89把它打到打下来 你看这个是不是做空的吗 那今天如果我们今天TPK没有把它回补 请问一下今天听说TPK是涨停板 我才不敢说 我上星期他把他补起来 对不对 这空的今天涨停板了 我没想到要买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不是完全正确 我们也不做多了也不做空了 今天是礼拜一而已嘛 让我再看看礼拜二 看我礼拜三 我们不急嘛 因为未来总统是四年 又不是做四天 你在害怕什么 你害怕不过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是什么 做的不是那么短线了 因为接下来在2月3号 封关荣率封关以前 老实讲 行情还是这样子短线 上上下下不稳定的状态 甚至可能会跌的机会 会比较大一点点 可是从2月15号以后 等到新春又开始开红盘 一直进入了新政府时代 那慢慢会稳定下来 慢慢整个趋势会明朗化 那等到未来会更 其实未来来讲 就没有这么困扰 所以我是也是建议说 未来来讲 也不要一直做短线了 我们要改成做一个 波段性的一个投资了 那如果股票市场 它如果让它可以修正多一点 跌多一点 其实对于我们一个 一个未来来讲 我们赚的钱也比较多 你买的便宜不是会赚的 比较多一点吗 所以我一直鼓励你 就是说 过去的一个操作方式 跟未来操作方式 不是会 不完全会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要鹰派作风 对不对 鹰派 这鹰啊 所谓鹰派就是动作很快的鹰派 就是一个改革者 新时代的 新的未来嘛 我在上个礼拜五 我就跟你讲 我这鹰派又不是说 蔡英文选上我才鹰派 我早就鹰派了 新的未来 新的开始嘛 我们现在目前来讲 有短线操作 短线可以带你做价差 在未来来讲 就是要做波段的嘛 我们要赚大钱 就是要做波段 而不是每天再冲来冲去的 所以我说 我这个专案从520开始算嘛 520就是总统交接日嘛 你也知道520是什么意思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在 我觉得在一个 一个 一个 目前的一个行情 当然是大家会比较不早变 但是我也跟你讲过啦 有些人为了面子你就给他面子嘛 因为他套劳啊 不然1990他就要邀请 这也不知道要怎么交代你知道吗 那钱有我的你知道吗 也有你的 我那里面退付金耶 你也有我也有 大家都有耶 要怎么交代 他要做面子 给人 也没担 担到他贪钱 为止没办法 不是要怎么处理 那只好让他这样做啊 那我本身来讲 我是比较不赞成啦 老实讲 我是觉得这样客客啦 不必做啦 国庭 你如果有人在干扰就不必做 你做空的今天如果被嘎 你也认了啦 你也不要伤心 我说今天如果你做空啦 你被嘎 你也不要弯弹啦 小回本来就这样啦 大欺小本来就这样 你也知道的事情了 对不 我们没有做空也没有做多 都没有 那我们等到明天以后 我们会看着办 基本上这个盘反弹上去 我是要放空的啦 我是跟你讲 我要等他看你多大能耐 能够谈多久 谈多远啦 做多也可以赚 做空也可以赚 我不一定要做哪一边 真的 做空也可以赚 做多也可以赚 那你做空就是要 利用反弹起来空啊 你不能像今天早上 你把它空下去追空 期货给我们 咬咬啥巴掌 你在开玩笑 是不是 早上是你空单 要先回补 你要反手做多上 你做期货本来做短线 那做股票我可以等他 弹起来力道受阻 我们再给他放空下去 这个盘趋势是向下没有改变 不会因为今天开低走高而改变 他改变不了啦 美国股市都崩盘了 所以我们讲说鹰派的操作 就是可以多可以空嘛 这没有不好做 只有不动作啊 哪有什么不好做 我们鹰派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嘛 两边只要我们可以赚钱 就可以了 那趋势是向下 没有改变 不会因为今天开低走高而改变 完全没有变 完全没有改变这个方向 那既然没有改变方向 就是空头 那空头就是要利用反弹来放空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投资票反弹要记得先卖 以后再来买买更多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 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开低走高 那么基本上其实美股市修饰 也因此明显掌握更多期限 获得后续行情 明天投资时间请思维守定 超级大人家 感谢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by bwd6